价格高达近万元 重达70斤的野生大石斑鱼 您见过吗 野生与养殖石斑鱼该怎么分辨 鸭舌是不一样的 这个斤的鸭舌 为什么养殖的石斑鱼大都雌性 石斑鱼长到200斤需要多少年呢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石斑鱼是一种低脂肪高蛋白的食用鱼 肉质细嫩洁白 类似鸡肉 素有海鸡肉之称 一直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在大家的印象里 石斑鱼很贵 像这条名叫推点般的野生石斑鱼 价格就要将近一万元 但随着石斑鱼养殖的成功 我国石斑鱼的价格越来越轻民 今年的市场行情怎么样 价格是多少 记者来到广东省惠州市的海鲜市场 在这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石斑鱼 商户告诉记者 现在正值休于期 市场里大都是养殖的石斑鱼 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青斑 价格为五十多元一节 个头在一到三斤的比较受欢迎 还有这种养殖的新品种 南瓜子斑 只要五十多元钱一节 由于养殖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 价格比前几年便宜了不少 像这种黄丁般 色泽金黄 目前价格是110元一节 广州的黄沙水产交易市场 是华南地区品种最全 规模最大的水产市场 那市面上哪些石斑鱼比较好卖呢 龙的老苦斑都好卖 便宜嘛 便宜它都好卖 像这种鱼都好卖的 也是四十多五十块钱嘛 这种鱼都可以的 主要是人家吃了之后 它要便宜 它喉感又好 要好养 它就好卖了 青斑 珍珠龙盾 还有兰瓜紫斑 都属于比较常见的品种 通常批发价格在几十元前 这个价位的石斑鱼卖得最好 记者在这里还见到了很多 难得一见的石斑鱼品种 这是老鼠斑 这是养殖的老鼠斑 养殖的老鼠斑 这个老鼠斑要卖多少钱一间 一百多 这正常价是大海里面的 是六百八 七百 这养殖的才一百多块 所以说很多人可以接受得了 一百二 一百三这样 野生的要让七百 这几十多年有多大呀 二三四五六两 都是三五两的那种 它的大小不预养价格吗 越大越贵 老鼠斑因头长嘴尖 形状酷似老鼠而得名 老鼠斑又被誉为石斑之王 因其肉质极其鲜内而著称 算是比较高端的石斑鱼了 同样是石斑鱼 为什么这种老鼠斑卖得贵呢 商户告诉我们 因为它生长速度慢 成活率低 所以目前价格还暂时 降不到百元以内 接着发现有一些石斑鱼品种价格依然很高 这个是红斑 这个鱼就比较贵 这个鱼它品种比较名贵 它叫红斑 如果是大海里面野生的话 卖到四百多 可是这个养殖的 它要养三年才能养得大 它一条苗拿回来都要两百块 所以这个鱼就卖得比较贵 它是老鼓斑跟燦斑的杂交品种 如果真正的老鼓斑是要两百多 野生的 这个养殖的一百多 商户说 因为有些品种生长速度慢 成活率低 养殖难度大 自然价格就会贵一些 赶上节假日或者宴席采购 失败于价格也会随之上涨 市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在休鱼期间 有些海钓是允许的 所以说不定还能横到野生的石斑鱼 在家档口商户告诉记者 今天来了一条 价值将近一万元的大石斑鱼 这么贵的石斑鱼 究竟长什么样 为何要卖这么贵呢 山江那边钓到的 你都不贵吗 不贵吗 你去 皮花架一百三 一百三 就皮花架嘛 有的人叫黑点斑 熬了熬了会一条两条 这个鱼 打边楼 很好很好 商户说 这么大的野生石斑鱼 一年都见不到几条 实属罕见 黑点斑的单价 虽然不算很贵 但毕竟重达七八十斤 所以算下来 卖价就要接近上万元了 为了让我们看清楚 黑点斑 老板特意给我们看了一下 小黑点斑的样子 那仰值的斑纹就黑色一点 这个就想碎一点 那个 还有这种野生的金钱斑 斑纹格外漂亮 价格在140元左右一斤 商户又兴奋地给我们展示了 其他几种野生石斑鱼 这是野生青斑 90块一斤 这个经济划算 吃这种就好 这是阳江 海南 现在都是一般都是这种海南岛 站坚那边掉上来 芝麻斑 应该都是掉回来的 这皮外界是180 打边炉清蒸一流的 这是红斑 红点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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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野生的 都是一百多块不算贵 这滑纹很漂亮 然后那个肉很有Q糖的那种感觉 很糯很白很水白的 这很好吃 野生石斑鱼生性凶猛 一不小心有可能被它伤到 有消费者伸手准备颠一下鱼的重量 而这条野生的青斑 竟然跳起咬住了它 立刻手掌鲜血直流 它野生的特别凶猛 看来野生的旧式凶猛啊 东兴班的身上布满白色的柚细花蝶 新似天上的星星 因而得名东兴班 过去高档餐厅才会供应东兴班 野生东兴班价格在每斤230元左右 而养殖的东兴班价格便宜多了 每斤只要140元左右 商户说 野生和养殖式班虽然口感上略有差别 但其实营养价值几乎一样 野生东兴班一直是市场上很受欢迎的品种 因为外观漂亮 肉质细呢 是很多人宴席请客的首选 那如何分辨是不是野生的东兴班呢 李宝龙分享了几个小诀窍 牙齿是不一样的 这个丁的牙齿 还有那个帮纹 野生的那个羊色 很好看啊 养殖的东兴班比野生东兴班 花纹更暗 牙齿小一点 鱼身也短一些 而野生石斑鱼的颜色大豆更鲜艳 花纹也更显著 相对来说 野生石斑鱼 生意利润要更大一些 但是风险也大 一旦石斑鱼运送及水温水质控制不好 就会死掉 有时候一条鱼就要损失上千元 在广东的海鲜餐厅里 通体成喜庆红色的东兴班 是不少客人必点的宴席头牌菜 东兴班肉质异常鲜美 鱼肉入口筋道弹牙 还略有甜滋滋的味道 鱼皮富含胶质 石斑鱼从十几年前才开始大规模养殖 这些年价格逐年下降 2014年养殖东兴班的价格要260元左右 养殖虎龙班价格要100元一斤 而现在价格可便宜多了 100多左右 现在美国人都吃得起 最便宜也富龙班 它这个价格60多到88左右 按大小精良来称的 这么多年下来 养殖东兴班的价格 为什么仍要100多元呢 这个东兴班的话呢 它的生长的时间就更长 它要长到两年才能够长到一斤 还有啊 它的水质要求 生长环境呢 它都是要求比较高的 如果说我同时拿了100条苗 可能到最后我能上市的 大概就是70 如果能到70%都已经是 七八十的话 就已经很好的了 原来由于东兴班 娇气难养 生长速度慢 养殖成本高 所以价格一直处于高位 其实就在20多年前 我国所有食班鱼品种的价格 都在美金100元钱以上 有些名贵的品种 更是要三四百元钱一斤 而现在 食班鱼品种越来越丰富 价格越来越轻盈 在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呢 在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海洋渔业试验中心基地 记者正好赶上工作人员 正在给青红班进行人工受精 母鱼的鱼卵取出之后 立刻将之前取得的雄鱼精子取出 倒在一起用羽毛搅拌 一会儿的功夫就形成了受精卵 之后汽水人员要将多余的雄鱼精子不断地用清水冲洗 洗掉多余的雄鱼精子 之后倒入凉杯 最上面的铺的卵是好的受精卵 最底面存下去的是死的卵 是不好的卵 到时候要把它清理掉 之后将取得的优质受精卵放入孵化箱 就会从卵孵化成鱼苗 这个基地是广东省唯一的现代化海洋生物科研生产及开发基地 也是国家唯一的食牌鱼两种场 记者在吃眼基地还见到了最为珍贵的一代种鱼 你知道种鱼有多大多重吗 这里面最大的鱼据说比一般人的体重还要重 这样庞大的种鱼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这个我们最早的就是99年养到现在 我们现在大大就有200多斤的 总共种鱼在这个车间就喊不到2000尾 1999年的第一批种鱼养到现在已经有25岁了 鱼身最长的可以达到一米十分粗壮 黄锦雄告诉我们 有种说法叫一斤鱼三斤利 如果是200斤重的石斑鱼 那力量可是超乎想象的 池子里有三个品种 鞍戴石斑鱼也叫龙盾 还有虎龙杂交板和青红杂交板 这些种鱼都是经过层层筛选 优中选优厚保留下来的 上世纪90年代末 石斑鱼苗种除了捕获的天然苗外 主要从东南亚进口 苗种成为限制石斑鱼养殖产业发展的瓶颈 直到2009年这个局面才有了改善 一个新品种的研发 是需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我们培育一个石斑鱼的新品种 至少要花上个10到15年的时间 如今我国的养殖石斑鱼产量 已突破20万吨一年 其中95%来自海南 广东和福建三省 2009年广东培育出来的广东首个 还是一类新品种 人家说伦敦伦敦就是这一点了 打破了这个我们石斑鱼养殖产业的 一个里程碑 条重要的一类 市场上最多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 都达到了四五十块钱 这个糖头价了 如今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石斑鱼呢 在这里记者终于找到了答案 石斑鱼有163种 这个记统计我们安代石斑鱼啊 它的伸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60来斤 它还属于少年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终点石斑鱼 我们讲的就老虎斑 这个是老鼠斑 也叫陀贝鲁 人家始终斑中之王啊 它跪在它的肉质 它是要两到三年才能 能够长到一斤多 因为它的伸展速度慢 所以它的价格就高了 在七一地的水族馆里 还有一些尚未上市的新品种 这些新品种石斑鱼 从杂交成功到上市 至少需要四年的时间 这个是我们的青红杂交鱼 它的品质也像红鱼 生长速度是比我们红鱼要快 但是比青鱼要慢 还没有向市场推出 一百来块钱左右吧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市场上卖的养殖石斑鱼 都是瓷鱼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瓷鱼的味道会更好吗 那雄性石斑鱼都去哪儿了呢 石斑鱼的话 它是一个瓷胸同体 先瓷后熊的一个鱼类 它最早的时候 刚出生的时候 它就是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那个一个瓷性的 它要等到性成熟了之后 大概这个过程要五到六年吧 市场上基本上那个 一个石斑鱼的消费的 个体大小也就一道两斤 它是一个处于 还没有性成熟的一个状态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个瓷性的 刘苏告诉我们 石斑鱼从小都是瓷鱼 直到性成熟 才有极少一部分瓷鱼 可能会变成熊鱼 那么其中有多少会变成熊鱼 什么样的鱼才有可能变熊鱼呢 为了维持这个繁殖的需要 它就可能有 大概10%左右的鱼 就会变成那个公的 它总有那么一小部分的鱼 它比如说比较好斗 它就会转化成一个公鱼 然后其他的就继续维持 它的一个 持鱼的一个原来的状态 记者很好奇 如果熊鱼死了 在鱼群中会不会诞生新的熊鱼呢 如果在一个群体里面 如果那个公鱼被拿走了 或者死亡了 也会有其他的小部分的鱼 会转化成公鱼 就代替这个原来的这个公鱼的位置 然后在人为不干预的情况下 这个转化是 这个转化的这个数量是少部分的 可能一个小群体 可能有那么一两条 由于熊鱼较少 在育种方面有着极高的繁育价值 体型大 活力好的熊鱼 在流苏这里可都是宝贝 那么未来养殖的石斑鱼 能否更便宜 价格更亲民呢 记者前往养殖基地进行调查 蔡天光的养殖品种 主要以虎龙杂交版老虎版为主 属于传统石斑鱼品种 因为价格稳定 市场认可度较高 这条鱼的养殖周期 大概是在一年半到两年 它这条鱼的话 跟石斑鱼当中 它算一个比较名贵的 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鱼 肉还会比它还美味一点 这个鱼 这个鱼现在大概 我们现在的重量 应该是三两左右 养殖户介绍说 同一种鱼 不同规格的味道 可是不一样的 那究竟有怎样的差别呢 一斤到一斤八左右 它的肉柱是比较滑 比较嫩 然后也相对Q弹一点 但是它就适用于清中 这些做法 如果两到三斤 我们可以红烧 做酸菜鱼 它的那个皮 石斑鱼就是那个皮 越大它就越Q弹 它的皮就越厚 胶质就会越多 那么消费者又敢如何判断 一条石斑鱼的铁质呢 这个就是老虎斑 它的那个肥度啊 还有色泽啊 还有它那个身体 肿条看起来的那个 那个条形 就是可以把它分辨出来 它的体型 还有它的那个身子的那个 那个肥度啊 它的这里的 我们叫粗肉粒啊 这个肉的厚度啊 因为它现在属于是 也是属于小苗 中苗时期 然后懂到后期的话 才会说 让它不同的吃料 来让它说 增加它的肥度 随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蔡天光这两年 又引进了很多新品种 像南瓜子斑和红瓜子斑 就属于最新的养殖品种 南瓜子 它的鞋名叫细点石斑 这两年 通过那个一些苗杞啊 研发把它做出种苗来了 现在就有 可以起到一个量产 它这条鱼的颜色啊 很漂亮 就是蓝色的 它所以它的 所以它才叫南瓜子 它这条鱼的肉 就很细腻的那种 它的口感是很好 它的鱼香味也很足 南瓜子斑 是近两年海鲜市场里的鲜虫 去年一街的市场价能卖到120至130元 但随着养殖量的迅速增加 今年的市场价已经降到每斤45至50元了 另外 这种名叫红瓜子斑的新品种是市场上很少见的 价格在美金200元以上 它通体红色 头部及背部前端有暗褐色网纹 非常漂亮 红瓜子是去年才开始慢慢地去引进 明年的话应该会有第一批的红瓜子就可以上市 价格的话应该会比原来野生的价格会减少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它这条鱼的话 它的肉质是石斑鱼里面我吃过的 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一条鱼 所以它的肉质啊 还有它的味道啊 鱼香味啊 种种都比其他的石斑鱼目前是没有它达到它那个味道的 石斑鱼价格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活率 石斑鱼很怕寄生虫的侵害 为了消灭寄生虫 蔡天光找来了天然医生银骨鱼 它可以充当一个清道夫的作用 可以清这些平时的剩余的耳料 还有它的粪便 寄生虫水质满房之类的 可以就会让这个老鼠般的环境更好也更好养 经过十多年的大力发展 我国的石斑鱼养殖业 无论从产量到相关技术都得到了大力发展 据了解 全球每养殖五条石斑鱼 就有三条来自中国 我国石斑鱼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 成为全球石斑鱼养殖主导国 那么石斑鱼怎么做才能激发它的美味呢 最经典的方法莫过于清蒸石斑鱼了 这一靠经验来真的 大鱼可能15分钟 可能有些鱼是8分钟 我们就看食材是大小 选择的时间 上这条鱼五分钟就已经刚刚好 端出来我们吃的时候 里面还有一丢丢那个带红的 但是其实你就会感觉很嫩很滑 刚刚好 刚刚好 这道碧绿炒斑鱼 肉质紧实 焦香扑鼻 虎龙杂交版的口感略微有嚼劲 煸炒过后更是美味 这个这道鱼我们就是有一个富贵的鱼 我们叫碧绿炒斑键 把鱼又取出来 用甜豆把它一起炒出来 炒出来这个感觉就是什么 有碧碧绿绿的感觉到 很 相机二燃 对 很清爽很舒服的感觉 荤素搭配一起 口感也是非常丰富的 对 你一定没吃过用老虎般做的酸菜鱼吧 老虎般蒜瓣肉非常饱满 爽口的酸菜提供了绝佳的风味 外面买的酸菜都是比较大众化 但是我们酸酸酸菜是自己腌制的 自己腌制 其实想挑选一些好的芥菜 不会来自己腌三天就可以得出这种酸菜 其实口感比较爽脆 而且酸中刚刚好的那种味道 东兴般肉质嫩滑 经过慢煎 鱼肉水分蒸发 倒是增添了紧实感 外焦里嫩 这种做法无需其他佐料 只发了少许海盐 我们今天选的做法比较特别一点 盐水相煎 我们首先用海盐把它腌制一下 再用平底锅把它慢慢煎出来 记得口感就是外脆里嫩 咸中带鲜 这道特色蒸斑鱼 选材用的是青红斑 鱼骨酥脆 鱼肉鲜甜嫩滑 这一桌丰盛的石斑鱼烟 可真叫人大呼过瘾 回味无穷